一位老人去世后,一只仙鹤突然出现在了灵堂里,仙鹤作为国家保护动物之一,怎么会出现在灵堂呢?难道他和去世的老人之间有什么渊源吗? 在辽宁盘景,一位老人去世,家人为了祭奠他,依照习俗在家中摆设了灵堂 灵堂里,子女正在祭拜老人,忽然发现门口立着一只仙鹤 只见仙鹤在门口站立了一会儿,像是在看着屋里的灵堂和老人的遗像 周围人好奇地打量着这只仙鹤,但仙鹤却丝毫没有理会这些目光 也没有对人群感到害怕,一步一步慢慢走进了灵堂 老人的家属们对仙鹤飞来祭拜非常意外 虽然不明原因,但也不敢怠慢这只仙鹤 于是便拿了一些食物给他吃 仙鹤环顾了一下灵堂四周,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也像是在观察着灵堂布置的如何 更令人惊讶的是,见到老人的儿子给老人磕头之后 也走到了灵位前,低头鞠躬,对着灵堂拜了又拜 拜完之后,仙鹤慢慢起身,看着灵堂 像是在悼念着什么,而后转身走向门外 但是仙鹤并没有立刻飞走 而是一直在院子里停留,等到天黑的时候才飞走 有人说他是专门来接老人的 让老人像传说中一样,真正嫁和稀趣 许多人都说,临终之时,能得到仙鹤相送的礼遇 老人生前一定做了很多的善事,才能有如此的福报 也有人说,老人或许是功成身退,回到原本有仙鹤围绕的天上去了 虽然这件事令人不可思议,很难说清其中的缘由 但是人和动物之间一直有一种奇妙的情感纽带 万物皆有灵性,而这便是最好的例子